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质问他 只是把三十几只螃蟹摆在他面前 让他一次包个够 然后在第二天 把离婚协议书拍在他怀里 人 我可以不要 钱 你一分都别想拿走 我坐在宋玉书左侧 眼睁睁看着他娴熟的拆卸 包卸肉 然后放在秘书的盘子里 宋玉书动作不停 唇角微微翘起 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会被这么重要的庆功宴 会被安排在湖滨小饭庄了 可笑的是 我下午看见他发过来的位置时 心底是满满的甜蜜 我爱吃螃蟹 我居然还以为他是为了我选的 甚至还为此兴致勃勃地打扮了一番 身上的真丝连衣裙 颈尖的翡翠项链 精致的发型和妆容 都在嘲笑我的自作多情 宋玉书大概是感觉到我的视线 转头正对上我的眼神 他有些慌乱 温瑶 你别多想 小蕊他前几天伤了手 他没怎么吃过螃蟹 我就顺手帮他包一只 我没说话 只是转动餐桌 把一大盘子螃蟹放在他面前 宋玉书疑惑地看着我 包螃蟹啊 我晃了晃手上的长指甲 含笑看他 我知道你只是顺手帮他包了只螃蟹 你看 我也不方便 也顺手帮我包几只呗 温小姐 你别误会 宋家蕊声音柔软 表情委屈又无辜 没关系的 我没忽视宋家蕊眼里闪过的不甘 慢条丝理地说 一只螃蟹而已 又不是吃不起 你们宋总闲着也是闲着 就让他为我们大家服务好了 说完 我侧身叫助理 让他再去挑二十只大闸蟹 玉书 你不会只服务宋助理一个人 忽略我们这一群吧 所有人都在等着他的反应 我挑眉逆着宋玉书 直到他任命般地放下筷子 拿起蟹八件 才端起酒杯 继续招呼大家 这一晚上 宋玉书一个人包了三十多只螃蟹 两只手被扎了不知道多少个窟窿 在场的每一个人 都吃到了不止一只宋玉书亲手包的血 这才对嘛 怎么可以厚此薄笔呢 到家后 他举着红肿的手指 难得地向我撒娇 温瑶 你看看 我多听你的话 砰 门板贴着他的鼻尖 被我重重关上 脏东西 宋玉书自诩是重度洁疲 消毒喷雾不离身 空气质量不好的地方 他不去 在家能吃饭喝水的地方 只有餐厅 卧室里连水杯都不能放 他的餐具如果被别人摸过 要消毒 这个别人也包括我 他从不吃任何会弄脏手的东西 尤其厌恶虾泻贝类 明明我最爱和鲜海鲜 却只能在他嫌弃的皱眉时 默默跟他一起吃无聊的白人饭 很多次 我想吃螃蟹 他冷着脸皱眉 那些东西只能算是海里的虫子罢了 看到就恶心 他说 我们没有必要 强迫对方接受厌恶的事物 而现在 他不仅不厌恶那些虫子 还会用他那双碰到钉点脏污 都要反复消毒的手 为别人包下虫子的外壳 剪掉虫子的栽 任由难以清除的腥气沾染他的手 也不在乎没削过毒的蟹壳 刺破他的手指 拆蟹的动作专业又熟练 包好的蟹肉整整齐齐码在盘子里 没拆过几十只螃蟹 想必是练不成这样的 黄九在胃里翻腾 我想起他那张脸 那份螃蟹就控制不住地特别想吐 我拿了瓶酸奶 窝在客厅的沙发上发呆 这两年我一直很忙 忙着拉投资 忙着挖人才 没完没了地工作电话 饭局上鸣枪按键 互相试探 在宋玉书身上的经历很少 少到居然没有留意到 枕边人已经烂掉了 书房的门突然打开 宋玉书从里面冲出来 他步履匆匆 胡乱系着衬衫上的扣子 我拿着酸奶瓶 在边挤上磕了几下 咚咚咚几声 他这才抬头 看见沙发上的我 脚步只停顿了一瞬 紧接着语速飞快地对我说 小蕊未尝言犯了 我送他去医院 你早点休息 他像一阵风 搜一下就消失了 腿脚真快 但是衣服扣子系歪了 看来是真的很急 毕竟平时 他出门前是连袖口 和领带的颜色 都要认真搭配的 我突然想起 我因兰尾炎手术住院时 他在电话里冷淡地对我说 护工比我照顾得更周到 医院里那么多病菌 我回家还要消毒 陪护这种行为 只能算自我感动 实在没什么意义 原来不是不能 只是不配啊 刚刚还在想 是不是我也该反思一下 自己的原因 这么一看 还是算了吧 我不打算 做被人挑挑拣拣 权衡利弊之后 才勉强留下的那一个 我起身 静止走进了 宋玉书的书房 既然他不人 那也怨不得我夺他的力 我就是牙字必报 他让我不舒服 那他也别想好过 电脑屏幕还亮着 我随手点开微信 宋玉书和宋家蕊的聊天记录 很长很长 追溯到最早的时间 是四年前 他是我招来给几个 产品研究人员的生活助理 宋家蕊确实把工作干得很好 那几个人都对他赞不绝口 只不过 他也同时照顾好了宋玉书 一份钱 打两份工 真勤劳 宋玉书的态度 也从晚去 到后来的欣然接受 他会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 跟宋家蕊一起去逛人挤人的 网红夜市 宋家蕊在微信上 叽叽喳喳地问他 炸猪排好不好吃 你看看 是不是尝试过了 就发现超级美味 那家章鱼小丸子里全是面粉 没有一点章鱼 气死我了 探考生蚝 先掉眉毛 我没说错吧 宋总 男人就该多吃一点生蚝的 你信我 而那个耐心细致回复 每一条信息 有求必应的宋玉书 我好像从来没见过 我想吃炸鸡 他说 一锅有几天都不换 里面全是致癌物 吃那种东西 就是在找死 我想去网红夜市 他说 地上满是油污 乱七八糟的气味混合到一起 想想都恶心 有一次 我做了一盘豪宰青瓜烙 他那顿晚饭一口没动 全程拧眉看着我 那表情活像在看人吃粪 等我放下筷子 他对我说 被累的消化器官 没办法完全清洗干净 吃这种东西 就等于再吃排泄物 我一口气哽在喉咙 咽也不是 吐也不是 那之后的几天 他发来的信息 我一条都没回 不知道他从哪学的土办法 弄了一个大箱子 把自己装起来 送到我家 手里还捧着亲手 为我做的贝壳形蛋糕 那天刚好遇上飞机晚点 我到家的时候 奶油已经化了 宋玉书整个人被汗水打湿 脸上都泛着潮红 嘴唇也干燥脱皮 我又气又怕 如果不是约好的饭局临时散了 他明天就可以连人带箱子埋土里了 从那以后 我在他面前再也没提起过 那些他不喜欢的东西 现在看看 真可笑 那个连看一眼 生蚝都嫌弃的人 后来会心甘情愿地 把他最厌恶的东西咽下去 更可笑的是 他们逛夜市的时候 我刚做完蓝尾炎手术 躺在医院里 他嫌医院脏 却可以毫无负担地沾染满身油烟 原来 这顶绿帽子 我居然无知无觉地戴了这么久 从宋玉书的书房走出来的时候 我手上拿着他的电脑硬盘 书房里现在一片狼藉 全都被我一锤一锤 砸得稀巴烂 反正楼下那套房 一直没卖出去 不担心有人投诉我扰民 暴力虽然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但解恨 书架上摆着宋家蕊做的陶瓷杯 砸 椅子上搭着宋家蕊手绣的毯子 剪 抽屉里放着宋家蕊送的果茶包 连抽屉一起垂碎 桌子上摆着的香薰 品味怪异的相框 化工稀烂的油画 粉嫩的鼠标垫 零零碎碎 每一样东西都在告诉我 这个我从不被允许进入的空间 已经被别人入侵了 既然脏了 那我就不要了 整间书房被我还原成毛坯 果然顺眼多了 我拨通了闺蜜齐渺的电话 渺渺 帮我准备一份离婚协议 齐渺一句多余的话都没说 只问我 财产怎么分配 公司归我 留点现金给她 总的来算底线是要七成 财产清单我让助理等下发给你 这么便宜她 不像你的风格呀 温八皮 还是她了解我 那三成我也不会让她剩下 我把她的电脑硬盘拆下来了 她的重要资料都在这里 做生意 谁身上没点把柄 先和她划清界限 再走下一步也不迟 齐渺冷笑一声 这还差不多 我还不知道你 她那么无聊的一个人 你都跟她过得下去 绝对是真爱了 你这大半夜想离婚 肯定是她做了什么猪狗不如的事 没事 男人嘛 有的是 换了她 姐妹给你兜底 这就是闺蜜给力的好处了 结婚前 齐渺甩给我一份非常周密的婚前协议 当时宋玉书看都没看 提笔就签 她眼神坚定地告诉我 温瑶 你放心 我最讨厌脏东西 所以有生之年 我绝对不会染指别人 想到这 我闭了闭眼 我曾经因为她的洁癖 选择了她 我宁可忍受她的无趣 毒舌 毛病多 只为了赌 人不会违背自己的本能 去做最厌恶的事 我赌输了 原来解体这个东西 也是可以为刺激让路的 苦涩和心痛都留在今夜 明天开始 我和宋玉书之间 就只剩下博弈和厮杀 宋家蕊的微博和朋友圈 整晚都没有一丝动静 我再三告诫自己 不要再去想那对恶心男女 但还是忍不住在脑海里描绘 宋玉书悉心照料她的模样 越想越气 恨不得给当初那个 独自走进手术室的自己两巴掌 宋玉书坐在宽敞的办公室里 吹着空调 向宋家蕊抱怨我给他带来的压力 而我 一天飞两三个城市 穿梭在机场和会议 饭局之间 回来的时候 还要洗过澡 才能拥抱他 他却对宋家蕊说 你不知道 今天温瑶回来的时候 身上衣服都被汗尽湿了 我总觉得 他身上有股嗖味 这些年 我以为的并肩奋斗 原来只是一场笑话 奇妙把整理好的离婚协议发了过来时 天已经大亮了 看来他也一晚没睡 姐妹能给你的支持 就是祝你今天签协议 明天去办证 加油 温总裁 我一觉醒来 已经到中午了 宋玉书没回来过 好可惜 真的很想看看 他发现书房被砸烂 电脑被拆碎的时候 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但也没关系 以后他崩溃的时候多着呢 我带着离婚协议去公司 静止走向宋玉书的办公室 推开门 宋家蕊正凑在宋玉书耳边 小声说着什么 宋玉书微微轻深 眼神里的温柔 快要蔓延出来 他穿了一件藏蓝色衬衫 搭配银白的领带 身边的宋家蕊 则身着珍珠白珍丝衬衫 藏蓝色短裙 好一对狼情惬意的职场情侣 我都有点磕他俩了 我用鞋跟敲了敲地面 当当两声 要不 我给你们俩搬张床 宋玉书直起腰身 胡说什么 阴阳怪气 像什么样子 像要离婚的样子呀 我一把将离婚协议 拍在他胸前 而后坐到沙发上 宋家蕊眼眶红红的 温小姐 我和宋总刚刚 我没打断他 挑眉等他解释 他抿着嘴杂巴挤下眼睛 不说话了 如果你勇敢承认 正在翘我墙角 我倒是会高看你几分 但是弄这幅这欲言又止的扭捏样子 真倒胃口 还是去做点本职工作吧 去给我泡杯咖啡 我赶狗式地挥了挥手 宋家蕊用求助的眼神 看着宋玉书 没得到想要的反应 气得小腰一拧 跺着脚扭出办公室 宋玉书这才找回他的声音 温瑶 小蕊他刚刚只是在和我商量 送你生日礼物的事情 你侮辱他有些过分了 我吃笑一声 宋玉书我们在一起六年 你叫我温瑶 而那个西装裙短的 能看见半个臀的秘书 你叫他小蕊 就连送我礼物 你都跟他商量 是不是你回家几点洗澡 几点关灯 几点上厕所 也要他来点头 宋玉书很不耐烦 温瑶 你嘴巴能不能别这么脏 我拖着下巴吊儿郎当地回复 不能 脏话咽下去 我就脏了自己 宋玉书锁紧了眉 你怎么这么偏激呢 我和小蕊 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他 咖啡好了 宋家蕊走进来 脸上的笑容格外灿烂 他递过来的那杯咖啡 杯壁有一点点细微的透明泡沫 我端着咖啡杯 起身走到宋玉书身侧 好啊 现在我不偏激了 我相信你 宋玉书面色稍记 还没来得及弯起的嘴角 被我的下半句话定格在原地 那请你开始解释 身上衬衫哪来的 昨天睡在哪 我在医院动手术的时候 你又是跟谁去了 我想去却被你嫌弃的网红夜市 宋家蕊脸颊微红 看向宋玉书的眼睛都在放光 宋玉书低垂着眼 没说话 看来 这解释在当事人面前 是说不出口呀 我笑得玩味 签了离婚协议 你们两个不就能成双成对了吗 没必要再搭上我这么个群众演员吧 温瑶 你没必要这么阴阳怪气的 我和宋秘书从来没有任何亲密接触 你也是个女人 何必因为嫉妒去诋毁她 她向来清冷斯文 我曾经调侃 她是把那副标准的客气表情 焊在脸上了 现在 她因为我对宋家蕊言语冒犯 提高了音量 脸上还带着怒意 嫉妒 诋毁 我把咖啡杯递给宋秘书 来 喝了它 宋秘书疑惑地接过咖啡杯 递到嘴边 别喝 宋家蕊扑了过来 滚烫的咖啡 刚好全洒在他们二人身上 宋秘书一把撕开自己的衬衫 扣子崩落一地 白皙的腹部已经被烫得通红 宋家蕊完全顾不上自己 手忙脚乱地在宋秘书的身上摸索 宋总 你没事吧 对不起 对不起 那咖啡 不适合你喝 他丝毫没有躲避宋家蕊 放在他身上的那双手 只是眼神里带了一丝审视 你做了什么 我把那个咖啡杯拿起来把玩 刚刚就觉得眼熟 原来这个杯子 和我昨天在书房里砸的那个 是一对的 也没什么 他大概是往里面吐了点口水而已吧 宋秘书瞬间白了脸 捂着嘴干呕 我把咖啡杯扔回到桌子上 哎呀 反应这么大做什么 互换唾液这种事 你们也不是第一次做 温小姐 你别污蔑我 污蔑 我一巴掌抽在他脸上 我真的已经在尽量给你脸了 你怎么偏偏就是不要呢 我拽着他的手腕 把他甩到一边 拉下宋秘书捂着嘴的手 也送他一巴掌 这次力道更大 打得到我的手都隐隐作痛 宋秘书 别人剩的外卖好吃吗 夜市的双人杯饮料 好喝吗 他家的床铺 更软更舒适吗 宋秘书彻底慌了神 温瑶 你别误会 我就是想要练习接受你喜欢的那些东西 我真的和他什么事都没有 他眼神真挚 表情诚恳 我看得出 他认为自己没说谎 这就更可笑了 宋秘书 如果我觉得我们夫妻生活不和谐 是不是也可以去外面找别人练习练习 我生病的时候 你说医院脏 他生病 你像个孝子贤孙一样伺候着 你还有脸说这是因为我 你在婚姻里精神出轨 已经够恶心了 真没想到你还可以更恶心 宋秘书苦笑着摇了摇头 温瑶 你何必这么刻薄呢 那次你和我冷战 小蕊告诉我 你爱吃的东西 我都嫌弃 会让你伤心 我才请他帮忙 带我练习适应 我们真的没有任何过界的行为 他这情真意切的样子 倒显得我无理取闹似的了 宋家蕊受不了了 他红着眼睛摔了那个杯子 扭头跑了出去 我摇了摇头 宋秘书 你连你自己都骗呢 他居然用为了我好 来作为他和别人行为亲密的理由 你自己蠢 还认为别人比你更蠢 是吗 我被气笑了 你用他送的玉制菜 外卖填饱肚子 忘了我在家做了一桌子菜 等你吃饭的时候 是三年前 你跟他抱怨 说我回家先瘫在沙发上 要过半个小时才去洗澡的时候 脏得让你犯恶心的时候 也是三年前 而那次我们吵架 是两年前的事情 你是魏部先知才提前接触他的吗 宋秘书明紧了唇 眼神有些闪躲 之前那都是工作上的接触 我随手抽出一个文件夹 披头盖脸 向他头上砸 工作 宋家蕊以前的工作 是别人的生活助理 他能和你谈个屁的工作 那几个研发人员 各个都是单身 但是从没在工作场合以外联系过他 你呢 你在他家住过 不知道多少个晚上 我现在看见你 就像看见了汉册里的蛆虫 恶心地想吐 如果你还算个人 现在签了那份离婚协议 我们好聚好散 宋秘书挤不上前 想拉我的手 我反手一巴掌甩在他脸上 我说签字 他两颊带着肿起来的纸印 眼睛泛红 声音有些哽咽 温瑶 我不离婚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 你不能因为我偶尔和别人 一起逛了几次街就不要我 和这种人实在是没什么可说的 宋秘书 我只给你一天时间 要么签字 我们好聚好散 要么不签 我去起诉 一样能跟你这个恶心东西离婚 宋秘书死活不肯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他也知道自己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理由来挽留我 只是死死拽着我的衣袖 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 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这行为和无赖有什么区别 我转身一脚踹在他最脆弱的地方 总算是成功让他松了手 宋秘书 别纠缠我了 我现在只要看见你的脸 就想起你面带笑容 咽下地沾着别人口水的饭菜 你从里到外都脏透了 你到底哪来的脸说 自己是解体的呢 你最应该嫌弃的 不就是你自己吗 他站在我面前 微微颤抖着 试图把手伸向我 像个无助的孩子 这大概是他想表现出来的样子 可惜 身高187 快30岁的男人 有胆子犯错 没胆子承认 实在是激不起我半点怜爱之情 我转身离去 留给他最后一句话 奇妙会重新发你一份离婚协议 我们明天明正局见 奇妙这个大盲人 驱车三百多公里 过来找我吃饭 他一向看不上宋玉书 总跟我吐槽他 这人是多又虚伪 我昨天没睡好 眼下有些清黑 脸色也有些苍白 奇妙一眼就看出我的憔悴 拍着桌子大骂宋玉书 我就说他是个假正经的 什么狗屁的高领之花 我看他像烂在路边的狗尿台 攻击完宋玉书 他也没把我落下 你看看你 因为一个男人 粘成这样子 像双打了的老茄子似的 你的精气神呢 你的傲气呢 他宋玉书算个屁呀 一个不长眼的男人罢了 脏了就扔 腻了就换 犯得着你在这为他伤心 为他憔悴吗 男人果然不如姐妹 宋玉书和我东拉西扯好半天 又是训斥我又是求饶的 他都没发现我今天气色差 奇妙嘴里骂着 手也没闲着 一会功夫 给我包了几个虾仁推给我 新鲜海虾 刚下船的 我磨了一会 人家才同意帮忙加工 还有一斤多的梭子鞋 为了你能吃上一口新鲜的 我车里现在全是腥味 想到他那台宝贝的 冰霉粉宝石节 我有点心疼 奇妙白了我一眼 哎呀 你看你 我随口说说而已 我又不是那个龟毛男人 我老家呢 再跪的车 也一样要给老妈运 大白菜和土豆子 这下更心疼了 那那是加了不少钱呢 别扯车的事了 我可不光是给你送海鲜来的 晚上跟我一起住吧 你这人莽撞得很 万一打起来 容易吃亏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他不死活 就是不同意和你离婚 你打算怎么办 虽说起诉也不是不能离 但那流程可太长了 这期间你赚的钱 可都还有他一半呢 我翻了个白眼 我在你眼里 这么不靠谱吗 你等着看就好了 宋玉书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声音控制不住地发颤 温瑶 你都做了什么 我电脑硬盘呢 我看了一眼时间 凌晨四点 即使我已经明确表示 要跟他离婚 他还是一整夜都没回家 不过没关系 我也没回 放心 我什么都没看 只要你今天签了协议跟我离婚 我以后也永远都不会看 怎么样 电话那头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 原来他也会情绪失控啊 你别闹了 那个硬盘对我很重要 你拿在手里一点用都没有 再说 那是我的东西 他这个失态的样子 让我很开心 这说明那个硬盘里 确实有很重要的东西 宋玉书 起码现在 我还是你的合法配偶 除了你的牙刷袜子和内裤以外 你所有东西 我都有一半的处置权 你有意见就报警吧 也不知道是因为愤怒 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宋玉书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我笑得更开心了 上午九点 宋玉书阴沉着脸 和我一起拎着两本证进去 又一起拿着两本证出来 可能是放弃演戏了 他语气凉嗖嗖的 温瑶 你以为你离开我 还能找到比我更好的吗 可别做梦了 离了婚 你就是个脏了的二手货 你以为我为什么不嫌弃小蕊 只嫌弃你 你每天一副女强人的样子 三天两头不在家 谁知道你在外面做些什么 你那些业务怎么谈下来的 懂得都懂 我从包里掏出一瓶眼药水滴 在眼睛里 奇妙刚好走过来 瞪了宋玉书 一眼后问我 怎么了这是 他把你气哭了 我摇摇头 看见脏东西了 赶紧洗洗眼睛 有的人自己是个猴 总觉得别人一样浑身毛 挺恶心的 温瑶 你说话怎么总是这么难听 我们这段婚姻到现在 难道都是我一个人的错吗 你就不能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我找了呀 我肯定是有错的 宋玉书面色缓和了几分 我错就错在瞎了眼 这么多年都把你当个人看 万万没想到 你压根就不想做人 奇妙指着宋玉书的鼻子破口大骂 这世上怎么会有你 这么恶心的男人 你是什么品种的癞蛤蟆 成了精 他为什么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你怎么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北极熊数量减少 全球海平面上升 我家二哈昨天便秘 你是不是都应该问问自己 这些是不是都算你的错 毕竟你还在这个世界喘气 就是天大的罪过 我拉着奇妙走的时候 他还扭着头跳脚大骂 奇妙你没看着我 不是 你该不会还对这个玩意儿 有什么不舍的情绪吧 我白了他一眼 怎么可能 我以前容忍他 是因为尊重对方的生活习惯 但是他所谓的解体既然有例外 那对我来说 这就是他因为自己的无能 在故意羞辱我 宋玉书以为只要离婚 就能一笔勾销 这世上就没有这么便宜的事 宋玉书的硬盘里 确实有不少秘密 我和奇妙坐在电脑前 看完那些资料后 对视了一眼 太可怕了 他口口声声嫌弃别人脏 原来他才是脏透了的那个 他本以为办完离婚 我就会把硬盘毁掉 或是物归原主 毕竟我对别人 一向说话算话 但他不是人 所以面对他的暴怒 我无动于衷 他在电话的另一头发了狂 疯了似的向我怒吼 用极致污秽的词语 对我进行言语攻击 我躺在斐机的海滩上 把电话往旁边一扔 往嘴里塞葡萄 见我不搭话 他又开始苦苦哀求 跟我讲述从前 打起了感情牌 温瑶 我们当初那么好 你说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了呢 这次我回应了 因为人和畜生不能通婚 奇妙拿着手机 对我晃了晃 我知道警察已经找到他的位置了 有些话 你还是和办案人员说去吧 我拆他电脑的时候 只是在想 那里面应该可以找到他的一些破绽 或是把柄 没想到他硬盘里 居然有他为大人物 诱骗女大学生的证据 他可能是想把这些东西抓在手里 用来要挟别人 难怪他会怀疑我做了什么潜色交易 原来他自己才是那个做贼心虚的人 也难怪他那么重视那个宋家蕊 他在中间帮忙穿针引线 很多女孩都是被他蒙骗过去 会在他手里的 同伙关系 自然是比寻常夫妻要更紧密一些 这个硬盘不管出现在哪 对他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我本打算狠狠地报复他 让他回到当初刚认识我的时候 那个一无所有的样子 但是现在 他和宋家蕊应该先在牢房里团聚 至于洁癖的人 在连隐私都没有的牢房里 怎么生存 那谁知道呢 度假归来 我闲来无事 去看了一次宋家蕊 我是真的很好奇 他为什么会对一个男人 这么死心塌地 为他做三是道德问题 为他违法 这就很离奇 宋家蕊在狱中被检查出了肝癌 现在头发干枯 脸色发黄 也不再装可怜了 听到我的问题后 居然笑得有些张狂 为什么 为了钱啊 不然还能为了什么 我做小伏地那么长时间 不为了钱 难不成还能为了根肉棍子吗 那玩意 哪找不到 我没学历 也没什么能力 能拿得出手的 除了做家务 就是做饭 靠这些 我什么时候 才能混出头 我们做得很隐蔽 平时就连聊起这些事 用的也都是暗号 没想到 居然因为一丁点疏忽 栽在你身上 但是温瑶 你也真够狠的 再怎么说 你们也曾经是夫妻 她也不是真的爱我 你这么干脆地 把她送进来受苦 就没有一点点不忍心吗 我没回她的话 让她自己想去呗 都进去了 这点事还想不通吗 就算我们关系和谐 她爱我如命 就冲她犯了法 我也不可能包庇她 再说 被带进粪坑的梨 就算没掉在里面 也终归是恶心人的 至于宋玉书 她把我当傻子一样 耍了这么多年 我总不能 真的什么也不做 我把她入狱的消息 告诉了那些女孩 又找了些关系 把宋玉书 和一群体好特殊的人 关在一起 然后告诉那些人 宋玉书犯下的罪行 这不算违法乱计 这只是 尊重犯人的一些合理需求 每隔一段时间 我会把她的惨下 给气愤难平的女孩们 看一看 就当隔空养了个电子宠物 每次都能看到 她身上崭新的伤疤 伤口是可以愈合的 心里的玉气 也是可以消解的 尽管最后会留下疤痕 但既然日子还照样要过 那看见罪魁祸首遭到报应 还是对压抑的心情 有一些帮助 宋玉书都在重复咒骂 痛哭 求饶的状态 这一定是她自己的问题 跟别人做了什么无关 那些人只是很有善地 和她交流几次 他们又有什么错呢 可惜的是 她还是没等到 属于我个人的报复 死于职场义务入侵 引起的心脏骤停 她父母嫌她丢人 不承认有这么个儿子 我一向心软 主动接手了她的葬礼 带着几个渐渐开朗起来的女孩一起 精挑细选了一个最臭的汗策 一把一把 将骨灰撒了进去 本来奇妙还计划 要每人吐一口唾沫 但是条件实在不允许 这位太冲了 熏得我们眼睛都睁不开 只能忠心地希望 她能喜欢这个归宿吧 至于我 就只能带着即将上市的公司 和奇妙一起享受 世间美好了 故事二 和徐黎在一起的第五年 我在婚纱店挑婚纱 她却陪着白月光去了医院 我提了分手 她不耐 她身体不好 你就不能让让她 我低眉脸目 声音却决然 我把你让给她 还不行 陆岩打电话过来的时候 我正和徐黎在婚纱店挑婚纱 徐黎 这套好不好看 我穿上心仪的婚纱 走出来时 却见她攥着手机 眉目深沉 徐黎只看了我一眼 说 陆岩肚子疼 我陪她去医院 我难以置信 拦住她 你好不容易有时间 陪我挑婚纱 现在居然要走 陆岩不是外人 她不舒服 难道我不该去 徐黎看着我 眼神冰冷 苏云 你不要不懂事 说完 急匆匆便走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入海底 婚礼临近的喜悦 瞬间荡然无存 店员手里拿着另一套华服 有些尴尬地看我 苏小姐 这套衣服 您还是吗 我叹了口气 算了 从婚纱店开车到家 我在空荡荡的房间待坐了许久 这是我和徐黎 共同购置的新房 徐黎忙 装修都是我一个人跟的 可眼下 我看着眼前费尽心血装好的房间 突然想到了之前收房时的片段 那时候 房子刚刚装好 我满怀欣喜地在新房子做了一桌子好菜 想和徐黎一起庆祝 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家 却等到晚上九点都没等到人 门铃终于响了 我冲过去打开门 徐黎和一个陌生的美丽女人站在门口 见我的表情从惊喜变成惊讶 她难得解释 这是陆言 刚刚从美国回来 她说过来看看你 陆言低眉 对我浅笑 苏云妹妹 我的心一瞬间变得冰冷 徐黎知道我对今天有多重视 可她还是领着另外一个女人来了 她们看起来好般配啊 我声音僵硬地勉强微笑 饭菜已经凉了 那我赶紧热一下 不必 我们已经吃过了 徐黎皱眉看着满桌的饭菜 声音冷淡 不要多此一举 我呆呆地看着他们走进去 经过我时 陆言看了看我 眼神中藏着隐藏的不屑 什么时候 徐黎也要吃剩菜了 一句话扎得我无地自容 我在不久之后就知道了 这个陆言 是徐黎的青梅竹马 因为家庭的原因远走海外 是她年少时情投意合 却最终错过的白月光 可是真的可笑啊 既然你的心口 已经闻上了朱砂痣 为什么要接受我这里 十之无味的白米饭呢 我面对着满屋冰冷的空气 眼泪不知不觉爬满了脸 那之后 陆言便光明正大的 闯入了我的生活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不会撒娇卖吃 更不会死缠烂打 在外人的角度 是和前男友保持距离的完美前任 但就是这样的她 却一步步地蚕食着徐黎和我的边界 也让我逐渐意识到 我和她在徐黎眼中 到底有多大的差距 徐黎和陆言 都是经商家族出来的子弟 我家里虽也殷食 但和他们相比起来 不值一提 这也是为什么 在和徐黎的那些朋友相聚时 我始终难以融入 虽然他们不会明着表现 但那种隐隐被人鄙夷的感觉 实在让人难受 而这种感觉 在陆言回来后 从暗处摆到了明面 我还记得陆言回来后 我第一次跟着徐黎 参加她朋友的聚会 所有人都聚在陆言的身边 争先恐后地关心她 询问她出国时的事情 徐黎和陆言坐在众人中间 看上去格外相配 有人挤眉弄眼地说 徐黎眼下陆大小街回来了 你这徐夫人的宝座不换换 所有人都看向她 就连陆言都不例外 徐黎说了什么我没听见 我却见到她低着头 对陆言说了几句 眉宇间极静温柔 之后其他人见我来了 便停止了玩笑的环节 那天我坐在众人堆里 心中五味杂陈 徐黎会说什么呢 她是会选我 还是会哄她 我甚至不敢更深地想下去 只能安慰自己 她如果真想和陆言在一起 早就和我提分手了 那天吃过晚饭 徐黎和其他人在房间玩牌 我想出去转转 一转身 却发现了陆言 她清淡地眉目看我 目光温和 却隐隐含着傲气 苏云 本以为你是多漂亮的女孩 如今看来 不过如此 我惊讶地 看向出言不逊的她 却听到她说 我和徐黎之前的事 你知道了吧 现在我回来了 你以为你还能待多久 那天 我记得我语无伦次地反驳她 最后气不过和她撕扯了起来 最后却稀里糊涂地 陆言掉进了游泳池 动静惊到了其他人 徐黎没有看我一眼 一跃而入 向水中的陆言游了过去 徐黎救人上来 也没有理会我被围攻 抱着路眼 便进了房间 留我一个人 在所有人的指责中 百口莫辩 徐黎终于从房间出来 我本以为她会为我说话 她却向我说 你走吧 眼神鄙夷 仿佛我是个罪人 可是 我真的犯错了吗 为什么每个人都不会多问一句 就判断是我推了她 那一天 其他人都在关心她 是啊 她落了水 着了凉 还疑似我让她落水的 却没有一人知道 不会开车 又叫不到车的我 独自一人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 正想着 闺蜜小安的电话来了 喂 今天选好婚纱了吗 你看 你一开口 徐黎就来陪了 她还是在乎 没有选 我打断了她的美好幻想 她被鹿言叫走了 又来 电话里的小安 比我的声音更加激动 她是当绿茶表当上瘾了是吧 就那么喜欢抢别人男人吗 这次你可不能跟她算了 要我说 小安 我又打断了她 我想跟徐黎分手 电话里沉默良久 苏云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挂断电话 我用力地攥紧了手机 分手 我曾经是那么害怕这两个字 我甚至因为在睡梦中梦到徐黎离开我而哭醒 甚至在鹿言回来后 为了不让徐黎离开 忍过那么多 做过那么多可笑的傻事 可如今说出这句话时 心中却仿佛只剩下一个巨大的空洞 无数过往飞逝而过 脑海中的这个念头 却从未像此时这样清晰 也许是时候与徐黎做切割了 感情的戏台上 只有我在用力表演 可是一个人的努力 是唱不完整台戏的 我们分手吧 我将短信发给了徐黎 徐黎果然没有立刻回复 时间还早 应该还在裴鹿言检查身体吧 我没有等他 自顾自地收拾起东西来 快要收拾完的时候 徐黎打电话过来 一张口便是 苏云 你又在闹什么 不就是因为我裴鹿言去医院了 可是他身体不好 就那么一两次 你就不能让让他 再说了 马上就要结婚了 双方父母都见过了 你这时候提分手 让他们怎么看 声音中满是不耐烦 我静静地听完他所有话 认真的说 我不是在闹 徐黎 其实你只是习惯我了 而不是爱我 这么多年 我突然想通了 幸好我们还没结婚 避免了一错再错 既然鹿言回来了 你去找他吧 电话沉默了两久 就在我想要挂断电话的时候 徐黎突然说 你在哪里 我去找你 我在新屋 快要收拾好了 你半个小时赶来的话 我还在 我最终没忍住 给了他 给了他见面的时间 然而 电话那头 又沉默了下来 而电话那头 传来的声音 科室叫好的声音 嘈杂的机器声 也让我知道 他还在医院 我心里头冰凉 突然明白 他是因为 还没陪完鹿言 而无法赶过来 真是可笑啊 未婚妻都要退婚了 他却还可以为了 另外一个女人而迟疑 这样 还能算爱吗 不过 徐黎为了鹿言不来 倒是一件 再正常不过的事 他是个大忙人 很高冷 很难约 就算我想和他见面 也需要提前约定时间 然而鹿言 却是个意外 去年 我动了个小手术 那时徐黎正好出差 他说是个很重要的会议 不能留下陪我 我虽然不舍 但也只得听话接受 然而 手术当天 徐黎却被撞见 陪鹿言回家 事后 我向他追问 他只是不耐地解释 鹿言的家庭关系不好 独自回去 难免受欺负 况且 你不是说 你这个是小手术吗 是啊 是小手术 陪我的人很多 缘也不缺他一个 可是鹿言的朋友也多呀 为什么不舒服 做检查的时候 你非要陪在他身旁呢 就连你未婚妻要分手 你都不能离开他 我想起我面对手术时的那种害怕 想起从昏迷中挣扎醒来 环顾四周 却始终没看到他的失落 想起被闺蜜说破 徐黎的真正去处时 心中的震惊 那种委屈 直到现在 仍存在在身体中 而鹿言 在知道了之后 居然私下对我说 徐黎不喜欢 无理取闹的女人 你如果还想和她在一起 就收起 你的小脾气 呵 本是因为她而闹的矛盾 如今她反而 教训起我来了 不过 那时候的我 大抵还是不舍的 徐黎是我的学长 是我十八岁时 便开始的一个梦 追了这么多年 终于能在一起 我说什么 都不愿意 就这样放开她 但现在想来 这种坚持 又有什么用呢 我自嘲地笑了一下 准备挂断电话时 徐黎突然又压抑着声音说 等我一下 徐黎最终 还是没有在半个小时内赶来 当我在一个小时后 关掉房门时 冰冷的空气 似乎在嘲笑我最后的 自作多情 因为小时候 出过车祸的原因 我没有车 也不敢开车 闺蜜小安来接我离开 令我意外的是 车上居然还有 另外一个人 吴楚 吴楚也是我的学长 当年在大学和徐黎 并称为学校校草 当年相互的关系 也不错 不过后来听说 两个人因为什么原因 打了一架 之后便互不来往了 现在想来 在大学的时候 我是先认识他的 当时他斯文帅气 对外人是一丝不苟的严肃学长 对我却十分耐心 当时还被同学笑话 说我是吴楚的小跟班 后来我们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疏远地来着 现在想来 应该就是我喜欢上徐黎之后 意外吧 小安扬了扬眉毛 吴大帅哥现在正和我爸公司谈合作 他听到你要搬家 特地来帮忙的 说完这句 吴楚已经走了过来 自然地接过我的行李箱 走吧 身高腿长 胯部又大 让我小跑了几步才跟得上 和徐黎的家回不去了 爸妈家又在外地 不过幸好上大学时 爸妈给我买了套小公寓 如今正好派上用场 小公寓在距离大学不远的地方 一路过去 小安不断吐槽着 这么多年徐黎的各种行为 说到最后 吐了吐舌头 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他 万一明天你醒来后 恋爱脑又犯了呢 我说不会了 过去我是恋爱脑 现在这次 我把脑子都给摘了 恋爱脑没了 自然不会再犯糊涂 透过后视镜 我看到一直没说话的吴楚 轻轻地扬了一下眉毛 我在新家的东西不多 没多大会儿就收拾完了 时间也差不多到晚饭时分 小安便闹着让我请客 庆祝分手和乔迁之喜 我没什么兴致 但也答应了下来 毕竟 刚刚分手 心里其实很难受 有人陪着也好 不过 学长你也去吗 你会不会 很忙 听小安说 吴楚最近的事业做得很大 大老板一向没有时间 参与我们这种小聚会吧 起码徐黎从来不会 不忙 随你们 吴楚简洁地说声音温和 如金属一般有质感的好听 我们聚餐的地方选在了一家火锅店 我和小安都是火锅达人 无论是红油锅的火辣 还是潮扇牛肉锅的清甜都喜欢 但徐黎却不喜欢 也很讨厌被火锅的烟气熏出来的味道 记得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 我和小安偷偷溜出去吃火锅 结果却和徐黎偶遇 他只看了我一眼 拔腿就走 任凭我在后面 怎么叫都不回头 后来 我才知道 他不喜欢火锅的味道 自那之后 我就没怎么吃过火锅了 也许是自卑作祟 怕被火锅沾染上穷酸气 惹他不高兴 但是现在 自然是百无禁忌了 我们三个一边吃火锅 一边喝酒 气氛居然也其乐融融 无处丝毫没有徐黎的那种架子 认着我们吃喝笑闹 甚至也乐在其中 吃过饭后 小安有些醉了 让爸妈接他回家 我本来想打车 伸出的手 却被无处按下 我送你 灯光的照射下 他的眼神专注得如同宝石 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无处送我到公寓楼下 我下了车 刚准备回头谢谢他 却突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苏云 是徐黎 而陆言 居然站在他身边 看到的一瞬间 我居然有些想笑 是什么样的男人 在未婚妻 因为另一个女人说要分手时 还会把另外一个女人带过来 徐黎这个人 是生活不顺来找刺激的吗 这简直是太可笑了 无论是徐黎 还是陆言 多让我看一眼 我都觉得脏 她走过来 挤不知格 却又停了下来 皱眉 你这是干什么去了 我意识到 是身上的火锅味和酒味 于是对着她笑 都分手了 还管你前女友做什么 你 徐黎似乎很愤怒 极力压制着怒气 你突然间疯什么 今天真的是陆言未疼我 才会带她去检查的 我跟她真的没什么 说完这句 陆言声音温柔 是啊 苏云 徐黎听你说 要分手后心情很不好 你就不要对她闹脾气了 闹脾气 所以 她临时走了 陪你检查 最后却是我在闹脾气吗 那一瞬间 我几乎是笑了 现在想来 原来她们才是绝配 都是这样理直气壮地辜负别人 到头来还要指责被辜负的人的错 仿佛再说 她虽然做了 但你不计较不就行了 你计较了 就是你错 是的 我是错了 错在没有在陆言出现时 就决然分手 更错在当初 不应该明知道徐黎不喜欢我 还硬要追求 我没有理会陆言 对徐黎说 新房是我们共同买的 我不想住了 你或者折现给我 或者把房子卖了 一人一半 至于父母那边 我爸妈这边 我自然会解释 你爸妈那边 就你自己去说 说完 我瞟了路言一眼 或者 你重新领一个女朋友回去不就行了 或许你爸妈 不会介意你换人呢 是啊 徐黎的妈妈曾经对我说 说徐黎娶我是因为年纪到了 要不然我的家世 是入不了他徐家的眼的 呵 看不起我的家庭 现在不就是个换人的机会吗 徐黎是彻底怒了 用力地扯我 你跟我走 我用力挣扎 这时 吴楚从车里走了出来 一把将我揽了过来 徐黎先是一愣 看清楚是谁后几乎恼羞成怒 苏云 你拒绝我 就是为了他吗 我回头看了一眼吴楚 不禁为徐黎丰富的想象力 叹为观止 不过 能更刺激刺激他 我也不介意 我小声在吴楚耳边说 借用一下你 说完 便握住了吴楚的手 对徐黎和陆岩说 你说是就是吧 说完 拉着吴楚进了公寓大门 大门关闭 我忙不迭地放开吴楚的手 对他道歉 不好意思 演戏需要 吴楚扬了扬眉毛 微笑说 没事 你想借我做其他事 也可以 我奇怪 却见他伸出手 轻轻地擦拭了一下我的脸 不想哭吗 可是 你明明是一副想哭的表情 想哭吗 我怎么却不知道 我想笑 却真的落下了泪 我终于忍耐不住 趴在吴楚的怀里 大声地哭了出来 哭声是宣泄 似乎更是对过去感情的一场 盛大的告别 搬回公寓后的两天 徐黎并没有再找我 我以为他已经接受了现实 便彻底放下心来 不过 在第三天的时候 却来了令我意想不到的客人 徐黎和徐爸徐妈站在门口 徐妈还忍不住抱怨 苏云就住在这种地方吗 怪不得一身的寒酸气 妈 你别说了 徐黎抬头 疲惫的脸对上惊讶的我 苏云 我爸妈都来了 你得让我们进去吧 我压抑万分 将历许久 还是让几个人进了门 徐妈一进门 就对着我一通抱怨 话语中 无非是说我小心眼 说我在这种小事上纠结 耽误徐黎处理正事 出问题都是我的错 说徐黎跟陆岩 原本就像亲兄妹一样 根本没别的感情 言语中都是 对我的抱怨 和对徐黎陆岩的维护 其实 我都已经听惯了的 徐黎的妈妈 就是这样 对陆岩就跟对亲女儿 一样疼惜 我还记得在陆岩回来前 徐妈妈曾经提过 家里有一枚传家的戒指 等婚后 就会送给作为媳妇的我 但陆岩回来不久后 那枚戒指 便戴到了她的手上 不仅如此 所有人都在提醒我 那是徐家对媳妇的认可 或许对她们来说 一枚戒指是对陆岩 最终没有成为徐家媳妇的弥补 但是 我呢 我就是退而求其次 就是将就吗 我静静地听她妈说完 终于安静下来后 我说 阿姨 既然您不想沾染我的穷酸器 可以不来的 其实我也知道 我做你们徐家的儿媳妇 你们都是不愿意的 你们觉得 你们门庭高贵 我这种小门小户的 登不上你们的门 那现在这样 不是碎了你们的意吗 徐妈妈顿了一下 转头对徐黎说 你看看她 她怎么这么说话 反正都没关系了 我怎么说话 你也管不着 我打断了她的话 面向徐黎 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这段感情里 我都没有对不起徐黎 我没有抛下做手术的她 就为了陪其他人回家 我没有和另外一个女生 暧昧到 所有人都明目张胆地 开玩笑 我不会不分清红皂白地 就冤枉她 让她没有车 独自一人走几个小时的山路 如果说我有错 我错就错在 不该对她死缠烂打 不该因为她的一句话 而改变自己的所有习惯 不该明知道她身边 所有人都瞧不起我 却还一厢情愿地赖在她身边 我是错了 但我不是傻 错这么久 也该醒了 我一字一句地对着徐黎说 看着她从想反驳 到无言 再到贪坐一旁 说完这一句 我站起身来 赶徐家人走 而徐黎居然也没有挣扎 只是 她在临走时看我的那一眼 眼中的情绪夹杂着愤怒 无奈 挣扎 居然看起来 还有点可怜 可我看着她 只觉得好笑 就算她后悔了 可是我们相处这么多年 她有大把的时间 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需要等到现在吗 和徐黎分手的日子 比我想象得更加愉快 不需要处处迁就她的时间 我的日子过得潇洒多了 我甚至打算 等我的小设计工作室事情告一段落 就约上三无好友 出去玩一玩 爸妈也很快知道了 我和徐黎分手的事 令我意外的是 他们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果 云云 我之前就觉得 你和她在一起 是高攀 但也是委屈了你了 作为妈妈 我希望你能过得开心 如果她让你不开心 重新开始也未尝不可 电话里头 妈妈的声音 让我心里一阵酸涩 也让我明白了 之前的那些时间 我走了多少弯路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我时不时地 还能从小安的嘴里 听到有关徐黎和陆岩的事情 就比如 他们一起出席宴会 行影不离 陆岩全程照顾徐黎 俨然以徐太太自居了 就比如 有人当面问徐黎和陆岩的关系 徐黎沉默 陆岩不肯定也不否定 似乎是默认了 就比如 徐妈妈又在张罗婚礼了 据说 这次是迎娶陆岩 不过 我前几天看到徐黎的时候 她头发乱糟糟 看上去挺颓废的 不像是要结婚的样啊 对了 她还问起你 小安说到这里欲言又止 估计是觉得我也不想听 我确实不想听 她问我干什么 知道前任过得不好 找心理平衡吗 不说这个了 诶 听说你最近和吴师兄走得很近啊 怎么样 有进展吗 小安一脸坏笑地对我说 师兄人挺好的 就这样啊 你什么意思 我卖了个关子 没有实质回答小安的话 其实 我知道吴楚对我有意思 这段时间 他频繁来找我 其中的情意 已经显而易见了 但是我却没有明确地答应他 我觉得 在我还没有彻底放下徐黎的时候 就接受另外一个人 仿佛在利用他一样 不过 平心而论 吴楚确实是个非常好的人 和他一起作伴 感觉时光都愉快了不少 这一天晚上 吴楚又来找我 两个人聊着聊着 我的手机屏幕亮了起来 我打开一看 却是我和徐黎的一个 共同的朋友 发来的视频邀请 点开一看 那个朋友焦急的大脸便跳了出来 苏云 你能来照顾一下徐黎吗 我奇怪极了 我和他分了 你们不知道吗 知道 知道 可是 徐黎最近一段时间天天喝酒 一喝酒就闹着要找你 就连路言都管不了他 你 要不你过来劝劝 我怕他这样闹下去 迟早出事不可 说完 画面一转 手机里便出现了嘈杂的酒吧场景 徐黎一脸颓废地坐在吧台前 前头已经摆了好几个空瓶子 画面窃近 我听到他嘴里喃喃 苏云 苏云 你跑哪儿去了 带我回家 看着还真挺可怜的 但是他变成这样 又是谁干的呢 我心里头五味杂陈 但可以肯定的是 唯一没有的 就是对徐黎残留的爱意 就在这时 路言的身影也出现了 他似乎想要劝徐黎 但是徐黎非但不理 反而一挥手 便将路言推到了另外一处酒桌上 将酒瓶酒杯撞翻了好几个 另一桌的客人不干了 全站了起来 场面顿时混乱成一团 那个朋友连忙将手机又拿过来 对着我焦急地说 你快过来吧 姑奶奶 徐黎跟那桌人要打起来了 他这个样子是要吃大亏的 是吗 那报警吧 我冷静地说 干脆地挂断了电话 徐黎总是这样 就算是自己的问题 也绝不可能主动道歉 而是让各种人来说和 最后让你屈服 这些年 他的那些朋友都充当过这样的角色 只要他不高兴了 便明里暗里地让我劝他 哄他 让着他 仿佛全世界只有他是对的 其他人的喜怒哀乐 完全因他一人而生 可是凭什么呢 我爱你的时候 你的这些纠结我还能够包容 但是爱是会慢慢消磨的呀 等不爱了之后 谁还会愿意无条件迁就你呢 因为徐黎的事情 我拿着手机想得出神 等回神的时候 却见到吴楚正专注地看着我 怎么了 我有些不好意思 你不准备去看他 吴楚问 探寻的眼神看向我 我为什么要去 我笑道 他那个人 周边的人那么多 从来不缺我一个 再说了 我早就和他没关系了 吴楚听完我这句 微笑道 小学妹 你真的长大了 没想到 居然听到这句熟悉又陌生的称呼 让我有些不好意思 随后又听到他低沉的声音 那如果他已经是过去式了 你考不考虑 重新开始一段感情呢 我抬起头 撞进他那一双 如海参的眼中 他说 五年前我不够主动 错过了你 可是现在 我不想再错过了 可以吗 他用手 轻轻地捉住了我的手 第二天 吴楚去出差了 我照常出门 回来的时候 却在楼下又看到了徐黎的身影 胡子拉叉的他 头上还蒙着纱布 衣服也是皱巴巴的 哪里有之前高冷总裁的样貌 他拦在我面前 顿了半天 终于低头说 我和陆岩没什么 他仿佛怕被我打断 紧接着说 我和他 高中确实暧昧过 但那都是之前的事情了 他家里头复杂 我是可怜他 才会多照顾他 你如果看不过去 我以后少和他来往就是 苏云 我们毕竟都谈婚论嫁了 有必要为了这一点小事闹分手吗 说这话的时候 徐黎脸侧过去 不愿看我的眼 仿佛十分难堪一样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没想到 事到如今 他还觉得我只是闹 只为了一点小事 可他却没想到 就是这些积攒的小事 让人在感情中几乎窒息 而他刚刚的剖白 无意之中还在为路言推脱 而他却丝毫不知 你到现在 也不觉得自己和他有什么错 我吃笑 不过 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了 已经分了手 你怎么想 那是你的事 徐黎似乎十分惊讶 下意识地拉住了我的手 我用力地将自己的手抽出来 脸上难掩厌恶 你不会以为 就这样轻描淡写地道个歉 我就能回到你身边吧 徐黎 我们俩早就完了 我错就错在 当初在你把路言带回新家的时候 没和你分手 不 也许当初不和你开始就好了 没有开始 也不会有这么多年的伤心 可是 我现在 真的够了 我决然转身 临走时 贴见徐黎的眼神 那是 伤心吗 他那种人 也会有心 接下来的日子 我见到徐黎的次数 几乎赶得上之前一年的量了 他总是会出现在我工作室的门口 公寓的楼下 甚至去找小安吃饭时 都会遇到他 不仅如此 他的那些朋友 几乎每天都会打电话过来 说他错了 想尽力弥补我 他们到最后 总会加上一句 苏云 差不多得了 我听了真的很想问他们 不是早就算了 那他们还说这些干什么呢 我对徐黎的所有示好 都视而不见 到了最后 甚至连陆岩都出现了 苏云 你得逞了 工作室的楼下 陆岩一开始就这样说 声音冰冷中含着怒气 那是我头一次 见他的情绪这样外露 徐黎不让我去找他 还说以后 没必要总是见面 这是你想要的 你得逞了 我要恭喜你啊 徐黎现在 被你拿捏住 也只是一时而已 你以为你是谁 一个没家式 没姿色的女人 凭什么跟徐黎在一起 我打断她 既然你是这样认为的 那你来吵什么 再说了 我和徐黎已经分手 你想要她大可拿去 为什么不要 是不喜欢吗 陆岩失控地大叫 你以为你是谁 早知道 我就应该在那一天 将你拉到泳池淹死 而不是自己跳进去 我静静地看着她发疯 也静静地看着她身后 不远处的徐黎 陆岩还在失控 不断地说着 徐黎对她的在乎 可是 她越是张牙舞爪 越是显得可怜 徐黎很快就走了过来 一把抓住了陆岩的手 徐黎 陆岩吃了一惊 你 你什么时候来的 就在刚刚你说自己 跳进泳池的时候 徐黎愤怒地说 那些都是真的 对吧 你故意装病 让我失约 你故意让我以为是 苏云极度你推的 让所有人责难她 你让那些人刻意 开我和你的玩笑 陆岩 我一直对你不错 你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 我没有 陆岩身体 抖得我看着都可怜 她语无伦次地解释着 却无济于事 我懒得再看这两个人可笑的戏码 转身准备离去 等等 徐黎拉住了我 苏云 我错了 我没想到她居然做出这样的事 早知道 我在她回来的时候 就不该去见她 苏云那天 其实我安排了人去送你 我也不知道 她居然没有去 我打断了她的话 如果不是你的心软和纵容 她又怎么可能耍这么多次的手段 做事情的是她 但真正伤害我的 是你呀 徐黎 你对我的感情 从一开始就不是对等的 你骄傲 自我 做什么都以你个人为中心 但凡你真的看到我 我们都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真的不要继续下去了 你珍惜鹿言 都好过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至于过去的事 我不想再纠葛 只要你离我越远越好 就行了 懂吗 我凝视着她的眼睛 见到她的眼神 从激动到明白 再到黯然 心中明白 这次她应该是真的不会再纠缠了 那之后 徐黎和鹿言 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不过 小安还是会时不时地传来一些消息 例如原来鹿言是鹿家的私生女 在外面养到八岁才回到鹿家 她的性格 也多是因为这些经历导致 例如过了每两个星期 鹿言就出国了 据说 这次出去就不准备再回来了 例如 徐家从来没把鹿言当成过媳妇的候选人 他们只是因为想要打压我 才处处对她好 例如 徐黎和那些个朋友断了交往 事业也不怎么顺心 听说徐家要另选继承人了 这些个事小安一说 我也听得个热闹 毕竟八卦之心人皆有之 听到他过得不开心 我还能更开心些 那你是开心了 有吴大帅哥天天在身边 这日子得有多舒心啊 早知道 你们俩大学的时候 就应该在一起了 小安看着靠在一起的我和吴楚 打趣道 我和吴楚相视一笑 两只手轻轻地交卧在了一起 之前的感情波折经历过了 那么之后的就是幸福了吧